大家寫這個網頁啦 今天有點像全新的開始 前面的部分應該也是蠻簡單的 後面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網頁其實可以跟你之前學到的程式語言 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讓這個網頁多出很多新的功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我們現在要寫的網頁 是一個動態的網頁 你可以把它顯像成是你手機的APP 其實從網頁變成APP這個過程其實並沒有非常難 等於說 但是這個webapp webapp跟手機的APP 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webapp它其實是 我的伺服器提供一個運算的平台 就是運算是在我的伺服器上發生的 你只是打個網址 然後去利用我的運算資源 然後把結果吐給你 比較常見的像是什麼咧 你需要中央控制的 像是什麼拍賣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大部分字上都要連到這個中央server 這就是webapp 那很多手機APP 舉例來說你在你的手機上面做什麼加減乘除 那就是你的手機自己自有的資源就把它運算完了 好啊 不過講到這裡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啊 那舉例來說像蝦皮拍賣啊 它也有這個手機APP啊對不對 那它怎麼可能在自己的手機上運行完呢 所以啊其實這個界線並不是非常清楚啊 這個webapp也可以 也可以這個 webapp也可以把它直接部署到這個手機上面 讓人家可以用 所以學習webapp啊 這個基本上它是比較泛用的啦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它有哪些優點啊 它優點啊就是這個 如果今天我這個維護者 他想要做版本更新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這個經驗啊 就是 假如說手機有一些app用一用之後 過一陣子他就是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更新 不然他就不准用 然後更新就要下載一大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 如果有的話 你就會知道webapp是不需要做這件事的 webapp我更新 我就在伺服器端更新完 你連結網址還是同一個 那問題就解決了 好那這樣缺點是什麼呢 因爲什麼東西都要跟中央server去做運算嘛 對不對 所以它速度會比較慢 而且只要一段線 東西就不見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這是 這個webapp的一個缺點 好那我跟你們講啊 就是你們講這些 因爲你們其實目前也沒有其他選擇嘛 你們也只能學這個嘛對不對 所以說講這些其實是沒有用的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要怎麼樣在R裡面做一個webapp 好我們現在的重點 要記住我的每個動作喔 好不好 來看著我每個動作 我會一步步教他們做喔 首先 我們先到RStudio project已經開好了喔 project已經開好 請你在 請你在這裡 先按個new folder 按個new folder 這個名字隨便你 只要你想大買app 好這真的是隨便你的名字喔 然後你把這個myapp點進去 點進去這個folder以後啊 你加一個Rscript 加進去 然後把點到那個剛剛那個 myapp裡面 點到裡面之後 你叫他ui 然後你右下角是不是出現一個ui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 看著我的動作喔 再加一個rscript server 好所以你現在是不是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ui 一個是server 它兩個都是空的語法 好在以前 在這節課以前 我們從來就不純語法 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 你看到喔 好我們現在兩個都是空的 我們先開一個空的 一個叫ui 一個叫server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然後接著 請你在這裡 複製這一串 好這是存到ui去 你把它存到ui這裡 按儲存 好這樣就結束了 好接著到下一頁 你把這一串 你把這一串 你把這一串複製到 server這個語法 按儲存 就這樣子 好那這樣儲存完之後啊 這兩個檔案是不是都有東西了 好你注意 右上角有個叫ROMAPP 你不管點哪個file 右上角都是ROMAPP 按下去 按下去理論上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你可以移動 好當然你這個是非常陽春版的 就是 等於說透過這種方式 你可以產生一個webapp 你會說那網址在哪裡什麼 你先不要想那麼多啦 好不好 你先把這會動的玩意做出來 你做出來之後 是不是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拉軸 透過這個拉軸 這才是正常的介面啊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是 就是他可能有點跑掉 什麼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拉軸 然後去改變這個圖像 好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我們再重複一次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好不好 首先 先開個RStudio Project 開完之後在裡面加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要是空的 隨便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然後存兩個Rscript 一個叫UI.R 一個叫Server.R 然後把 UI.R 用這一串語法 存成UI.R 存到UI.R 存到這裡來 複製貼上儲存 複製貼上儲存 存到Server.R 接著按下RUNAPP 接著你就可以看到你剛剛的這個APP了 好給各位同學試一下的同時啊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陽春版的嘛對不對 如果你 你發現啦 你很快就可以做完了 我們今天課程比較緩和一點啦 沒有那麼慢 你可以在這裡隨便點一個 點一個 隨便找一個 就是 Example 隨便點個Example好了 這邊是不是有UI有Server 我來給大家看喔 我們把這裡的UI 把它複製下來 這樣複製完了嘛 好 再回到上頁 Server 這可能還是要LibraryShining啦 沒有LibraryShining可能是不能做的 好 RUNAPP 你看到 我來看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些 就是比較有趣的事情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啊現在 反正你現在還不會寫 你就先用操的嘛對不對 你先了解整個結構 然後試著去做出自己的APP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子 好大家都做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繼續啦 我們就要好好講說 欸這個東西到底怎麼 怎麼運行的嘛對不對 因為 我們現在都只會複製貼上嘛 好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APP齁 你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就是 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端 就是 使用者就是 現在當然你是在你自己的電腦上操作啦 可是你要把它想成 未來 你是在一個 比如說你可能是在電腦教室附了一台主機 好當然電腦教室的主機 沒有這個條件去附這個東西啦 但是 比如說你可能是在電腦教室附了這個主機 好這個主機是你的Server 然後啊 然後啊 有很多使用者 他開了他的電腦就會連線過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我可以跟你們講啊 這個 這個 欸 使用者的 使用者看到的這個畫面 就叫UI UI 那 這個 主機 他就是Server 這個 好所以 其實 使用者操作的時候 他會 在UI這個 UI這個語法 就是去描述使用者這個UI 那所以你需要描述什麼呢 第一個 版面嘛 對不對 版面 第二個 有哪些元件嘛 對不對 原件 原件放哪啊 什麼什麼的 剛剛有一些 有複製的人我看到已經開出好多個元件了對不對 好所以 UI就是負責去操控 假如說 去描述這塊 游覽器裡面 什麼地方放什麼 什麼地方放什麼 這樣大家懂我歷史吧 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呢 UI UI必須 UI可以說 這一塊 這一塊我要等Server的回應 那這一塊是給使用者輸入 這樣懂我歷史吧 所以 UI 他可以去建立一個 從這裡過來 然後Server呢 Server就是處理 UI丟過來的資料 然後把東西丟回去給他 好這樣懂 懂的意思了吧 好那你懂了意思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網頁 剛剛那個網頁 我們再開一次給大家看 它的input是什麼 喔我搞了一個複雜的網頁 我用一個簡單一點好不好 好 剛剛這個網頁 它的input是什麼 它是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元件可以動 對不對 是不是就是這個 去選擇數字 那右邊是不是一個直方圖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右邊這顯然是output 跟這個東西連動了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解析它 在UI端我們就是去設計那個版面嘛 對不對 好大家看喔 這個UI端它有一個大語法 Shining UI 然後下面有一個Page with Sidebar 這個Page with Sidebar 是一個版面的模板 我們現在 現在一開始學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能夠做出 我們就套模板做網頁就好了嘛 你說東西擺哪裡擺哪裡 這個有點複雜 我們先不管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個函數的 這一個函數 這個架構是怎麼樣 Shining UI 裡面 有一個Page with Sidebar 這是一個模板 Shining UI就是 告訴這個阿語言說 欸這裡面 這整包通都是UI要呈現的 請你要做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 Page with Sidebar 這一個函數就是 欸告訴我 我要有一個模板 那這個模板 裡面 包含哪些元件呢 包含一個 Head Panel 跟一個 Sidebar Panel 跟一個 Main Panel 這個 你可以看到 欸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項號是註解 知道嗎 所以在語法裡面是不重要 對不對 來 UI 注意阿語言裡面的函數是怎麼用的 是不是小括號為核心 所以這個小括號要對到最外面這個小括號 這個小括號要對到倒數第二個小括號 這樣可以齁 都是在一個函數裡面 這是一個函數喔 好那這個 第一個 這個函數裡面包的 裡面又包一個函數 這個第一個函數是 Header Panel 這個Header Panel HELLO SHINING 這顯然就是那個標題文字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打 HELLO 這個 講來說你們是M120嗎 搞不清楚 你們是幾匣阿 120 HELLO M120 好就這樣 那這個 Sidebar Panel Sidebar Panel 又是一個函數對不對 它就是在控制 好看到了嗎 HELLO M120出來了對不對 Sidebar Panel 就在這一區 這一區我目前只有放個元件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怎麼描述它 那右邊就是Main Panel 右邊就是Main Panel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 Sidebar Panel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拉拔對不對 那個拉拔叫做 Slider Input 好你這邊好像又學到好多新的語法對不對 這個我可以跟你們講 這個就是 這個其實你不用背啦 你就是需要的時候你去哪裡找 我有看過那東西把它貼過來 這樣可以齁 好 Slider Input 這個東西 它裡面有幾個參數 一個叫OBS OBS是什麼 我們現在暫時不知道 好不好 那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Number of Observation 這個Number of Observation 這個顯然就是 跟這裡 描述是完全一致的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還有哪些參數要設 來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起始值50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這個OBS我們等一下再講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要丟到Server裡面的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使用者在這個拉拔上面拉的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數字 在Server端是以OBS這個物件來呈現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接著我們再看Main Panel Main Panel就是什麼 我需要放張Plot 所以我要放PlotOutput 你說我要放張Table是什麼 有TableOutput這個函數啦 但是這個就是有多少函數 這個我之後的課程會慢慢帶入 反正大家就一步一步去熟悉這個網頁的設計 好不好 好這個 DiskPlot DiskPlot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但是 總結我們在UI端看到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大家可以想像 Input是一個叫OBS的元件 我希望Server端丟一個DiskPlot給我 這樣可以接受嗎 Server端其實在做這件事嗎 這樣可以嗎 UI端 就只是去描述版面而已 我們今天把Server端全部把它Delete掉 我就這樣 我全部Delete掉 它是不是什麼都沒有 我按一次Run App 欸喔 東西跑不出來 因為它沒有那個 它沒有這個DiskPlot 好OK 但其實是 如果說我今天沒有這個東西 就是我沒有要它回船啦 就它只有這個元件喔 它一樣是可以跑的喔 欸 為什麼不行 喔 就是 好 本來我 我們先不要挑戰好了 先這樣子好了 好 我乖來跟你們講說 這個 裡面的Input跟Output分別是什麼 裡面的 這個Shining Server的基本架構 就是Server這個語法的基本架構 首先你一定要先打個Shining Server 然後裡面有個Function Input Output 這些都是不能動的喔 這些外層結構都是不能動的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欸你有時候會看到一些變化 就要說這個Shining Server 這個語法可以不打 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啦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 標準還是打上去好不好 就好像 在UI端 等你再複製一些example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 欸這個Shining Shining UI也可以不打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 Function Input Output 這個 這些東西不能動 那下面我們就是要 如何利用OBS產生 DiskPlot 對不對 來 再看一下UI 如何利用OBS產生DiskPlot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要怎麼產生呢 這個DiskPlot你要接到外面 你一定要給他 Output的DiskPlot 所以這個前號是一定要的喔 這是一個索引對吧 所以 其實 Output Output是一個List 是一個List結構 那這個Output是一個List結構 Input其實也是一個List結構 所以 RandomPlot就是我要畫圖 那我要怎麼畫圖 來 首先先把 InputOBS Input裡面的OBS 就是我那個數字對不對 我那個數字產生一個RN或RN 我們先把他關掉 RN或RN RN RN 100 HistDisk 他是不是右邊就畫出一個直方圖 這樣可以吧 RN或RN 就是隨機從常態分布裡面 抽N個數字 好這邊改1000 好這個 右邊這個軸就長大 你這樣可以看得出來吧 其實你的 你就是 把這個1000 改成 InputOBS 這樣可以吧 然後把他整包放在 Output裡面 DiskPlot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這樣子就相當於在網頁上面做這件事情 相當於給使用者在這裡輸入500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這樣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 Server端怎麼去描述這個結構呢 就是 上面都不要改 然後外面的任何元件 外面我要Output任何元件 都以 Output 前號 XXX的形式 等於 一個 函數 這個函數 來注意這個函數的結構 RandomPlot 以後還有可能是RandomTax 那就輸出 字嘛 也有可能是RandomTable 什麼之類的 一個小括號 再一個大括號 為什麼要小括號 因為RN裡面所有的函數都小括號 其實 大括號裡面描述 我裡面到底要放多少語法 這個語法裡面有什麼呢 先做NORM再dist 等於這個物件 然後把這個物件給畫出來 就這樣子 那這個圖就會呈現到DiskPlot裡面去 回傳給UI端 好如果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就知道在這裡 在這個區域 至少在這個區域裡面 是不是就是我們傳統 我們之前前12課學的R語言的語法 通通都可以丟到這裡面來 這樣東西 這就是一般的R語言運算嘛對不對 我在這個地方可以做的 我在這個地方也都可以做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改變它 我們來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在R語言裡面 你注意到 你可以去 指定 OBS等於500 M等於170 S等於10 Color等於Blue Dist等於R9M OBS就是500 170 10 Hist Color等於Blue 好這樣你是不是可以畫出一張 這個 這個 藍色的 這個 這個 直方圖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現在的問題是 那我要怎麼把它綁到UI裡面 非常簡單喔 來看著我怎麼做喔 首先我先把剛剛那一串語法複製貼上 好那當然剛剛 這裡是不是有起始值 這個其實不重要對不對 因為我應該要從 Server端來接收這些數值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應該怎麼做咧 來 M OBS 來變成Input OBS 注意我怎麼做喔 Input的M Input的S Input的Color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 好這樣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在UI端 我們在SidebarPanel這裡 我們要加入不同的元件 怎麼加入咧 函數裡面要輸入不同的參數 你需要給它豆點 好我們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豆點之後 我們要加哪個元件 好來看 這是第一個元件 豆點第二個元件 豆點第三個元件 豆點第四個元件 第四個元件的最後 是不需要加豆點的喔 因為它就是完整的嘛對不對 好來 第一個元件是 SliderInput OBS Number of Observation 最小值0 最大值1000 Value500 接著 Min of Numeric Input Numeric Input 就是輸入個數值 等一下我們看它 原件長什麼樣子 好一樣 輸入的物件是m 然後這是描述 最小值-200 最大值200 70值100 來 S Standard Deviation of Least Normal Detribution 最小值0 最大值50 Value 70值10 然後Color 這是Radial Button Select Color of Histogram 然後有哪些選項呢 Red Blue Green 外面這個是給人看的 這邊是給人看的選項 裡面是實際上賦予的值 所以這個 如果我們現在把它按ROM 你是不是看到這裡是不是可以選 這裡可以選嘛 那這裡勒 太不給面子了吧 怎麼會這樣子 靠我剛剛打錯字了 好來來來再一次ROM 好這樣看到了嗎 這樣是不是可以 這樣是不是我就可以做出一些改變 然後我可以去篩檢這裡的數值 好 150 他是不是一起往右移了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 現在 如果你 了解的話 我們剛剛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我們現在 在我們 我們這邊沒有練習題 不過我們先讓大家到這一步好不好 好 好大家現在看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學會了什麼東西 至少 你會做 slider input 拉吧 對不對 你也會做 numeric input 也會做radio button 對吧 他的結構你大概都了解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學程式語言 我們就是用抄的 我們也不要管說這個 我們必須要說什麼 先把定義講清楚 先給大家列100個函數 沒有意義啊 對不對 我們看過什麼東西有沒有印象 未來我們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從那個語法裡面抄 好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一些比較 這個 複雜運算 還記不記得很久很久以前啊 就是 我忘記 應該第二課吧 我們那時候有教廢波納奇數列 對不對 廢波納奇數列怎麼做咧 我們這邊可以打包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廢波納奇 然後輸入AB跟 幾個 幾項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前幾項的廢波納奇數列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這個很久以前我們就學到了 對不對 那這個很久以前我們學到的東西啊 我們現在要怎麼把它 應用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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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那個 我們要怎麼把它應用到那個 就是 我們的現代APP裡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首先啊 我們的這個函數 它的 Input是不是 AB ledSequence 這樣可以接受嗎 ABledSequence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它弄出來 首先我們在 UI端 我們就可以請它 輸入 Numeric 這個 ABledSequence 我只是在這裡把它換掉喔 這樣可以嗎 我只是在這裡把它換掉 好 所以它會輸入 三個數值 AB跟ledSequence 那這個起始值分別是1120 然後這邊是最小值最大值 那 MainPanel現在顯然不是要輸出一張圖了嘛 對不對 來我們看輸出什麼東西 這東西我們沒有看過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反正把它複製上來嘛 對不對 所以Input ABC ABledSequence 出來是Sequence 好 那Server端呢 Server端首先你要把 Ur function放在Server的外面 Ur function放在Server的外面 這樣可以嗎 先放好喔 因為這樣子 它讀檔的時候 才可以順便讀到這一串 這個 函數 好做什麼咧 來剩下在裡面 我們把裡面全部都刪掉 這基本結構嘛 對不對 Output的Sequence 等於RandomPrint 這個RandomPrint 它跟外面的這個 這個我也不太會唸啦 好不好 這個東西 它是一起的 一組的 那這個東西啊 它就是我輸入費波納奇 Input A Input B 跟ledSequence 好我們來按一下Run看一下 好原來剛剛那個東西 就是這個玩意 這個玩意 是不是很像我的這個 我在R裡面 按Enter之後輸出了一個東西 對吧 接受嗎 好我們先把20改成30 好是不是非常方便 其實只是改5 好這樣大家了解了吧 應該不會覺得這很難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們其實啊 在改APP其實就是 透過這樣子改動改 就是等於說 我們需要功能就這樣子 加加減減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希望大家做的事情 剛剛已經大家已經學會 對費波納奇速列的這個APP怎麼做啦 我們現在想要一個找直數的APP 這找直數的APP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反正我就已經寫好了 你如果忘記怎麼找函數了 也無所謂 你就總是會用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這個函數你輸入100 它就可以找到100以內的直數 輸入200 你就可以找到200以內的直數 請你把找直數的APP 把它放進我們的 就是放進我們的這個 就是 應用程式裡面 這樣子以後人家 要找直數的時候 就可以給他這個網站 請你 請你看你要找多少以內的直數 這樣大家可以解決 好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 這題的答案 這題的答案不會很難啊 我們先看一下標準做法 標準做法就是 就是把函數給他換掉 那現在剩下 maxx了對吧 maxx是input 我們可以在這邊 把斐莫納奇改成找直數 然後把input改成 max.x 那這個max.x 這樣存下來之後 我其實只要在這裡 把let sequence改掉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那最大值可以設個什麼 1000 然後value其實值100 好這樣就可以按run 這個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1000 他就把1000以內的直數都把它秀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這個 這一題應該還算相對簡單 好不好 不會 我們那個 反正下課之後我們再來持續加強 好了 我們來看今天的最後一個part 好 今天的最後一個part 就是 你現在發現我的這個 就是 app裡面 他其實他還相對來講太簡單了 對不對 就是一個input 一個output 或者多個input 一個output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痾 這樣子實在是太簡單了 好不好 我說太簡單就是 還有一些進階的功能 我們沒有學會嗎 我們現在就來學一個進階的功能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找直數的app 跟一個 這個 費波納奇的app 那這兩個app 你居然要把它 你居然要把它 你要想要把它合在同一個app裡面 那這可行嗎 可行啦 就上面放直數的下面放 費波納奇嘛 對不對 我這樣是不是版面很醜 有沒有可能啊 我先請使用者選一個功能 請他選說 你要A功能還B功能 你選完A功能和B功能之後 我再呈現相應的東西給你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啦 我們先複製貼上這一串語法 來注意一下我們現在學app 要怎麼寫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都會怎麼樣 先複製貼上按runapp 觀察之後再決定 來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這是不是我們最開始那個 平均值不要很差 然後這個 然後這邊有個拉走的 這是一個 這個 normal distribution對吧 然後上面是不是有個 那個 選一個 distribution 選student t 一選完之後你發現下面的東西 是不是改了 來再看一次喔 好東西是不是改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這個那改了以後 右邊output 是不是也做了一個相對的改變 真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一下 到底他語法要怎麼做 在server端好像沒有那麼難啊 在server端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在UI端看 來 這裡啊 欸這裡我們就不看了吧 對不對這裡不重要 好來這裡 select input method 這個method 這個就是 所以我有一個input叫method 這個method呢 他select他 選擇 normal distribution或st 那給你看到的選項是normal 大寫normal 跟大寫student t 這樣可以吧 這是你的選項 然後這是他裡面實際上獲得的數值 好 help text help text就是剛剛的這一串 欸這個 補充說明 這不重要啦 對不對好來再來 這裏有什麼呢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 等於 input 點 method 等於等於 等於normal 這樣子的話 我就 輸入兩個參數 叫numeric input mue 跟numeric input sd 那如果呢 如果不是這個normal的話 它這兩個就顯然不會顯示了 接著 斗點 conditional panel Input 等於等於 INPUT ID等於DF 你看到的是大寫DF VALUE是10 最小值是1 好 豆點 所以我們是不是利用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al Panel來描述說 當你選到了什麼 我要呈現什麼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嗎 當你選到什麼要呈現什麼 是利用Conditional Panel來做 那Slider Input這個要 樣本說要多少 這個是不影響的 這個是共用的 所以我們就寫在下面 它隨時都會出現 好 接著呢 所以我們在 UI端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長這樣 主要是透過Conditional Panel 去改變UI端的設計 好 那在Server端呢 當我們的Output是DiskPlot 對不對 If Input裡面的Method是NORM的話 做這件事 做完之後我們都是把Disk Histogram 畫出來 如果是NORM的話 我們就用RNORM這串函數 隨機產生平均值為 Mu SD等於SD的這個 常態分布的數值 那如果是ST呢 它的 變成RT 在T分布裡面抽 然後Input等於DF 好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我們怎麼接的咧 來再看一次 這裡 首先先Select Method 根據Method不同 Conditional Panel 有不同的Condition 然後所有不同的呈現 這個OPS是無論你選擇了什麼 我都要呈現的 還有這個DiskPlot也是 那在Server端呢 ThisPlot就是RenderPlot 然後如果 Input是NORM 我就做什麼 Input是ST 我就做什麼 然後把圖把它秀出來 好 這樣應該懂了吧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圖 這個 好 這個會動的就是這裡 會動的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裡一樣可以做一些改變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你學會了Conditional Panel 我們來看一下 練習3我們要做什麼 練習3請你Base on練習2 練習2我們有找直速的APP 對不對 我們練習2的前面的小潔也有 做費波納奇速練APP 請你把這兩個整合在一起 好不好 利用Conditional Panel 首先先讓人家選說 你要找直速 還是要做費波納奇速列 如果是做費波納奇速列 要顯示的顯然就是 A B Red Sequence 對不對 如果是要找直速 請你秀出 你就是要用 Max X 讓它輸入 對不對 那你的Output可以都一樣 因為他們Output是共用的 好 我們就來做一下這個練習題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上面先給個Select Input 然後下面有兩個 這個 就是Conditional Panel 跟 這個當InputMethod 等於等於1 跟InputMethod等於等於2的時候 這個 它的這個 這個輸入的這個元件是不一樣的 好這些元件你都可以在 剛剛前面的那個練習2那個部分 找到了 那這個 練習2的 就是練習2的那些元件 我們直接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直接貼答案 好 我們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不改Server 我現在直接 只做UI的話 直接按Run 其實大家可以常做這件事情試試看 右邊一定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的 因為那個Server是無效的 那不對的Input也不對的Output 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先在這裡看一下你改的這個 就是東西是不是 是不是正確的 這樣動用的意思嗎 那等你改完了以後 等你改完了以後 這個 你在 你再來改Server也可以 這樣動用的意思 你可以分兩步做喔 你不見得要一步到位 好那 Server端 首先兩個函數我們把它放在外面 好 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把它Delete掉 我們要改什麼勒 我們來看OutputSequence 等於 這個然後InputMethod等於1的話 我們就做什麼 Else我們就做什麼 好 剛剛 我們來試一下剛剛那個 做錯的部分好了 我來看一下 我如果假成 IfInputMethod等於2 這樣會做不出來嗎 欸靠 真的會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欸 好 所以看起來 這裡一定要Else啊 太神奇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好 所以 這個 剛剛有同學用那個 連續兩個 IfInput 啊 做不出來 我真的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啊 那 比較好的一個做法是 其實你不要這樣子 這麼偷懶 你應該是先把它Sequence等於出來 如果這樣子的話 不管發生什麼事 他都一定會 一定會這個就是 一定會輸出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最後 都輸出共用的東西 只是 他就不會去 執行一些奇怪的事情了 好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啦 那我們先給大家就是 大家 還可以留下來練習一下 好不好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問一下